中共两会今天下午开幕 习地体制将面临经济和遏制腐败 缩小收入差距两大难题 两会前夕 多家港媒记者收到钓鱼邮件而被入侵 日前中共军方对美国发动网络攻击的证据也逐渐浮现 备受各界关注 中共国务院发布最新房产令 出售自由住房 将被征收20%的个人所得税 引起各界关注 分析人士认为交易成本将会增大 对二手房市场将产生明显影响 根据中国大陆地震台网测定 今天13时41分 云南省大理白足自治州 而原县发生瑞士规模5.5的地震 附近县市有明显震感 以致两人受伤 埃及之前发生热气球爆炸意外 造成19度丧生 原本罹难者名单上 有一名来自北京的女游客 但后来发现 她命大逃过一劫 原来是因为迟到几分钟 没搭上死亡热气球 新唐人亚的电视整理报导